中美限制金属矿产贸易 背后关乎国家安全的博弈近日 中方限制金属矿产出口进入第四天 对此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出台了国防生产法案 旨在采取措施应对这一局势 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之间的限制措施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场博弈不仅仅关乎中美两国的商业利益 更牵扯到了两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角力 首先 中方限制金属矿产出口的举措 可视为遵循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 金属矿产作为战略资源 对于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短期内限制出口 可以保障国内产业的稳定发展 推动技术创新 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长期来看 自主掌握金属矿产的供应链 可以增强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方的举措是意在强化自身 在战略资源领域的地位以确保国家利益的安全 在另一方面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推出国防生产法案 旨在减轻金属矿产限制带来的压力 这举措体现了美国需近其所能 确保稳定的战略资源供应 以保护本国高科技产业 国防工业 以及国家安全的需要 然而美国对进口金属矿产的依赖程度较高 限制措施可能对相关行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也可能导致战略资源价格上涨 这一系列限制措施给中美双方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金属矿产消费国之一 相互依存度较高 限制措施可能会对双方的经济发展和供应链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这也促使双方增强自身的金属矿产资源开发能力 降低对外部供应的依赖 这将推动两国在科技创新 国防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并在对外贸易和能源安全等方面 引发新一轮的较量和博弈 此外 中美之间的金属矿产博弈 也反映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金属矿产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 使其成为不稳定因素的源头 其供应和价格波动 可能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 各国在战略资源上的控制权争夺愈发激烈 地缘政治博弈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 总之 中美限制金属矿产贸易的举措背后 关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博弈 双方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 然而 这样的限制措施 也给两国带来了共同的挑战和机遇 将对双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 产生深远影响 面对新形势 中美应加强沟通合作 寻求共赢之道 以应对全球资源竞争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